但是我觉得无论你去持不同的意见 什么都好 其实表面的现象就是 我们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做得很辛苦 而我们的病人也都是在不同的地方 有很长的轮候时间 高医生 根据现在疫情的走势 你可否估计一下 未来将会怎样发展下去 政府来说 我相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仍然都会因应疫情的发展 做一些微调 当疫情很紧张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全部禁止堂食 或者好像现在这样 只是一段时间可以 很小的数目的人 两个人 如果疫情持续有 过几两个礼拜是松回 我又觉得政府可能会 我推测而已 它可能就会将那个数目放松一点 不过有银于上次的经验 相信它就不会一放 就放到晚 就不限制了 是 而一些高危的场所 它真的可能会再慢一点才放松 有些地方 就是你没有办法 那个活动本身 就会令到人与人的接触 就是那个保护性很低的 那这些情况 我想政府又会再慢慢先放 那是否要社会回复正常 真是无了期 好 但是会不会有一天 就是我都很希望有一天 会不会在几个星期之后 或者一两个月之后 去到一个日子 我们可能迟早一段时间 没有确诊病例 或者是都单位数的 确诊病例 那时候我们会否回复一点的正常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仍然有 但是去到这个阶段 我们可能就会相对 放松了社会上面一些 就是社交隔离的措施 但是只要我们再 就是在那个出入境的控制 仍然坚持回一个要测试 因为现在的测试方便 以前很多了 不是说一说要是没有测试 要是要14天隔离 而是中间还可以有些措施 令到大家有测试得来 那个检疫未必需要 全部下都14天 而且我们要选择性 对一些国家 如果真的没有尽好自己的本分 去控制疫情的 无法都要说的了 譬如好像美国那样的地方 如果疫情一直都是 每天几万个这样 我真的不会放松 也都不应该放松 其实人是很矛盾的 永远你做什么都会有两边声音 正如很多朋友就觉得 有哪里有没有得去 那里有什么 但是针对这个疫情 大家都应该出一分力 但是很多人就会批评政府 就说好像做得很弱 为什么不可以好像澳洲 直接消禁呢 是不是做不到的呢 其实香港 你都可以说得对 到目前为止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一些 禁足令 或者消禁 我也都觉得 如果我们不是在七月初 有一两个步骤是松了 或者有一两个地方 暴露了一些些漏洞之后 其实在七月之前 香港都没有做过任何禁足令 仍然那个疫情控制 都相对稳定 所以是不是一定要 即是立即就要出到一个禁足令呢 这些这样的措施呢 我觉得 就是政府应该保持一个态度 就是说 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永远都有两方面 就是如果是 好像高先生说 能够做到这样的最好 但是很多时候有些人就会说 我的经济呢 那我的生意又怎么做呢 就是永远都会有人说 我又没有找到吃了 我就来 其实政府是面对着两难的局面 你又要兼顾着大家的生计 又要兼顾着人命 那有些人问 哪样重要呢 人命重要还是经济重要呢 其实两样都重要 就是人命一定 在我医生的角度来说 一定是更重要一些的 但是也不能说因为这样 我们经济有一点都不理 不过我自己觉得 在外国的一些地方 他们真的太过注重经济或者政治 就是将人命和健康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 这个我认为是不负责任 它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对别的地方都不负责任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其他的地方都做好的管控 而剩下某些地方做不好的话 这个世界永远都很难再打通 因为我会顾忌 所以我自己觉得 每一个地方 如果都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 去控制这件事情 我相信 政府还有一个特别的考虑 我相信 香港人正如我刚才都说过 是比较敏感的 而且我们的知识水平都很高 也都能够配合政府的措施 能够配合也好一些 故此 政府迟迟未出过一些所谓禁足令 也都可能考虑到这一点 因为如果我用所有现在这些措施 其实市民都会跟我合作 那我可能未必需要用禁足令 但是你知道外国有些地方 政府又不做本分 市民又不听话 那没办法 一不出一出就要出到禁足令 所以我常常提香港市民 我看到你提了很多次的 如果你不想政府出禁足令 我们就配合 我们做好自己 那对于普罗的香港市民 你有什么忠告 我知道你可能说了很多次都是 但是会不会有一个与众心详 都是说一句 一方面我们是要赞自己的 我们香港市民在这十几年来 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大家不想见到禁足令 就真的配合政府每一个阶段做的防御措施 今天很感谢高医生上来跟我们聊天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纪念品 其实这个纪念品是一个健康食品 我这里祝高医生身体健康 除此之外也祝我们的观众 身体健康疫情早点消失 谢谢高医生 在疫情发展里面 高医生和我们全面分析了 什么得 什么失 也说到政府医疗政策方面 有很多是想得不够周全 也有很多改善的空间 最重要的是 香港医护为我们付出了很多 事下有些人很喜欢 称呼别人做信民 言下之意就是说 无论政府给你什么政策 你都逆来顺受 其实有时候的关键 不在于政策是不是好 是在乎官员的态度 执行的能力 和协调的方式 如果这些都做好的话 可能政策就会赢得大家的掌声 到时做信民都没什么所谓 学高医生说 香港人这么聪明 只要做好自己 注重卫生 要打赢这场仗是指日可待的 最重要的是 要保持着自己身体健康 才有能力去处理社会问题 好